腾讯科技选11月2日,苹果发布第四财集业绩,苹果CEO顾客在随后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,中国市场表现非常强劲,但印度市场表现平平。 顾客称,中国市场的业务非常强劲,我们对此感到高兴,iPhone销售强劲,大App Store在新游戏审批上放缓。 对于新兴市场,顾客表示,土耳其、印度、巴西和俄罗斯的新兴市场面临压力,每个新兴市场都有不同的故事,并不存在普遍型的问题。 顾客特别提到,苹果在印度市场表现平平,苹果希望印度市场去猛增长。 财报显示,苹果第四财季总营收为629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的525.8亿美元增长20%,其中,大中华市营收为114.11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的98.01亿美元增长16%。 其中,美洲部门营收为275.17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的230.99亿美元增长19%,欧洲部门营收为153.82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的130.09亿美元增长18%。 日本部门营收为51.61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的38.58亿美元增长34%,亚太极其他地区营收为34.29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的28.12亿美元增长22%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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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